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目前清算一箱大约85只大闸蟹 安全人员摸黑衣清点 但这些都是不肖业者 非法从中国泉州走私来台 未经检验的大闸蟹 试图要闯关入境 嫌犯经过我们的征讯了解 他是船员的身份 利用这个身份到大陆的泉州 来购买这个大闸蟹 进来到我们金门地区来 后续要司机运往台湾来磨砺 另一头一只只新鲜的大闸蟹 看起来活跳跳的脚还在动 事发在24号的凌晨 安全人员发现有可疑车辆 停在货轮旁 上前攀插才发现夹带 没有经过检验的大闸蟹入境 准备要卸货 清算后约有3600只 估计高达新台币100万元 依照我们了解真正的大闸蟹 它的量并不多 由于这批大闸蟹没有经过检验 后续将销毁处理 秋天时间大闸蟹美食正行 业者看准商机铤而走线 这下却被逮个正着 三新闻叶齐凯 徐志涵 经文报道